美国匹兹堡大学克座法学教授丹尼尔·科瓦利克批评美国政府多年来都利用殖民掠夺的方式 殖民于入侵其他国家来获取自身政治利益 他举例说 美国入侵阿富汗20年 留下一个普遍贫困和饥饿的烂摊子 却仍冻结阿富汗近百亿美元海外资产 一手酿成阿富汗的悲剧 丹尼尔强调 军事手段介入战争 并用制裁的方式给其他国家带来灾难 在国际问题上 美国一贯奉行双重标准 與米国的用法用宝宝使用法并使用盈充施 在高达的方式 以大方法兰 它用白色氨黄泽荤和洋满无法养 そして用的以允许也用了 甚至使用 Antal海国的以允论 麻生犯人之类 加生态 和學生命封 但是一条例子 但是它是一条例子 它是有法允许的方式 这条例子 它是一条例子 二条例子